如果說我今天會有第二個工作表 第三個工作表 一樣的動作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跑個回圈 那回圈的話 我有講過Shits 刮鬍後面呢 你可以放個名稱 或者放index index是從1開始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那你可以跑個回圈對不對 然後貼過去之後的話 再跑回來 再換下一個 再跑回來 那你可以跑來跑去 之後呢 全部都貼回 但是貼的位置你要去偵測嘛 比如貼上的時候在A1對不對 然後再下來 比如說你要再往下 再貼上的位置 偵測位置嘛對不對 然後再往下的 可能中間 再隔一列好了 那就把列號再加1嘛 他就往下 然後貼上去 再切回來 切過去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改型 基本上你 等一下各位稍微把聚集錄製下來 然後呢 再來就是把我們需要的動作 稍微思考一下 再把前面 我們講過的那些功能 再把它加上去 基本上應該就可以做出我們要的結果 OK 第一個就是說 我需要在 開頭的話要先新增一個 第一季的工作表 然後呢 第一個 第一季工作表要怎麼樣新增 我想你們可以看一下那個 前面那個 我們好像在 哪一個在那個 銷貨單還在哪裡 那個查詢地址那個範例裡面 那就是在最後一個增加 所以我們可以在 After Add 蓄詞Add 就是工作表 Add 增加一個 在哪個 After 後面 哪一個後面 在最後一個 就是比如說三個他就會在第四個增加一個 然後再來把名稱給怎麼樣 改成第一季 它的name的部分改成第一季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增加一個新的 那再來的話呢 For i 等於 比如說我有幾個 我可以先 取得 或者是你用 Shit.count 也可以啦 3的話 如果將來你的數量 這個數字的話呢 你可以用什麼 用Shit.count 來做一個 一個一個計算 Shit.count 那我這邊3的話呢 指的是有三個 不過Shit.count 因為我們剛剛增加一個 所以怎麼樣 要減掉 減一個 為什麼 因為 本來只有三個 然後呢 增加一個 所以減三個 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呢 Shit 我們點slate 比如說第幾個 第一個 先把它從A1 選取之後的話呢 其實這樣來 來跑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先用中段模式好了 組行來看 比如說我要逐個逐個 把它丟進去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第1個F8 先 在Shit.count 然後改名稱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有4個 4個之後的話呢 減掉一個 就跑三次 那第1個的話 就是在那個 第1個 先第1月份 然後呢 在A1的地方 slate 然後把範圍選取起來 向右向下選取 Copy之後的話呢 再到第4個 就是最後一個 或者你這個 這個4也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Shit.count 就是最後 最後那個就對了 好 Shit.count 這個數字4也可以把它改為 Shit.count 這樣會比較活 因為將來如果你還有 一整年份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 這個Shit.count 這個就可以 去計算說到底最後一個事 那再來的話呢 就把它貼上 好 不過呢 第一次貼上的話呢 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 Shit.count 剛剛我這邊好像有跑一次 再 再一次 這個地方 剛好有 複製的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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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